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朋友们 你们好呀 你们喜欢春天吗 春天是一年的第一个季节 那么你们知道春天到来的时候 大自然里都有哪些变化吗 小草发芽了 小兽发芽了 小花发芽了 春天到来的时候 天气会比秋天和冬天暖和一些 我觉得春天到来的时候 太阳变热了 大地租醒了 冰雪融化了 小动物们从冬眠中醒过来 春天里你们都会做什么呢 春天里我会和妈妈去买菜 下雨的时候我会穿着雨鞋 然后打着伞去踩水坑 春天里我们会在大地上跑来跑去 享受着美丽的幸福 你呢 我春天的时候会在家里玩 或者出去跳绳 你们能跳几个呀 差不多 60 40个呀 50个呀 或者60 春天也会去春游去动物园 春天我喜欢跟爸爸妈妈放风筝 在春天里我会跟好朋友们一起去捡花 编花花 我家每次春天的时候都会吃春饼 我春天的时候会吃草莓 我们去采草莓了 白的草莓不能摘 还没成熟我只能摘红的 草莓 草莓有很多疼 我就用剪刀把那个藤给剪掉 然后就下了 那个草莓就被我摘下来了 我知道春天里的一些节气 历春春芬芒种 我们会背一首关于节气的诗 你会唱哪些关于春天的歌 春天在哪里呀 春天在哪里 春天在那小朋友的眼睛里 这里有红花啊 这里有绿草 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梨 我会唱《小燕子》 它也是关于春天的歌 小燕子穿花一年年春天来这里 我问鸯子你为啥来 鸯子说 这里的春天最美丽 你知道哪些关于春天的古诗 春年不解 小丑出闻鸡鸟 咽来风雨生花热之多少 银柳鹤吃章 碧玉装成一树糕 外条垂下绿丝汤 不知新叶谁才出 二月春风似剪刀 春夜洗雨 堂渡府 好雨之时节 当春乃发生 随风前入夜 润雾细无声 它有什么意思呢 就是雨来的正是时候 就是小嫩牙需要雨的时候 小雨滴就来到小嫩牙的身边 所以就称它为好雨 润雾细无声呢 就是觉是 睡着暖风的小雨滴 飘飘地放下爱给小植物们 我会背一首春天 关于春天的诗 伏地阳有最春天 伏地阳有最春烟 而儿童散学归来早 忙趁东风放之渊 请你像我这样做 我就像你这样做 请你像我这样做 我就像你这样做 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太阳 早上好小鸟 我轻轻拍拍脸 生了个大烂鸟 小马中早 小脱心脏 也是开心的一天 早上好小鸟 早上好小牙齿 上刷刷下刷刷 白白的小牙齿 是我的好朋友 早上好小脸的 总细细又细细 我要给小朋友 一个大大的微笑 小椅子早 小桌子早 又是开心的一天 早上好小早餐 我最好的朋友 我爱喝小牛奶 他让我长高高 我最爱吃鸟 我最爱吃鸟 那让我很聪明 我要给我自己 一个大大的拥抱 早上好小早餐 我最好的朋友 我爱喝小牛奶 他让我长高高 我最爱吃鸟 那让我很聪明 我要给我自己 一个大大的拥抱 我要给我自己 大大的拥抱 创意变变变 欢迎来到《一起玩创意》 今天在做创意手工之前 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 和我们共同做创意作品的 两位小朋友 来 请做一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西洋 今年八岁半 好 欢迎你 来 大家好 我叫乔史欣 今年七岁半 好的 欢迎我们的两位小朋友 那今天我们的创意作品 主要用到什么样的一个材料 或者是元素呢 大家看 这是什么呢 花生壳 花生壳 平时爱吃花生 其实花生是很有营养的 还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和维生素 但是吃完花生的花生壳 往往呢 我们就把它扔掉了 其实呢 它还可以用来做很好玩的 手工作品和创意作品 不如接下来 我们就用花生壳 为这个原材料 我们来制作一个创意作品 好不好 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做 小朋友们 来吧 开始吧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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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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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等下 我想 我的人 我在 中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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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龙点睛的部分 好 怎么样 我们这个作品就完成了 是不是 电线上的小鸟 而且大家可以放心 小鸟可以非常安全地站在电线上 它是不会被电了的 对吗 好的 让我们一起为自己的作品鼓掌 让我们一起为自己的作品鼓掌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想到了用花生壳来做什么好玩的手工作品吗 你的创意一定也很棒 不要忘了和我们共同来分享 感谢两位小朋友和我们一起创作了有创意的手工作品 最后让我们一起来说我们的口号 那就是一起玩创意 因为有创意 真好听 真好听 这首曲子太优美了 道哥 摩尔来考考你 可知道这首曲子叫什么名字吗 这你可搞不倒我 这首曲子是非常有名气的哦 叫梁柱 那你知道演奏这首曲子的乐器是什么吗 嘿嘿 这个也很简单 就是小提琴了 对于小提琴 道哥我还是有所了解的哦 小提琴是一种弦乐器 因为小提琴的音色优美 表现力比较强 再加上它的声音跟人的声音很接近 所以很多人都喜欢小提琴 小提琴在现代乐器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它和钢琴 古典吉他 一起被称为世界三大乐器呢 小提琴也太厉害了 居然有这么多人喜欢它 那当然了 如果说钢琴是乐器之王 那小提琴就是乐器王后了 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首小提琴 和钢琴的合奏吧 小提琴的声音真是太美妙啦 小提琴的声音明亮又细腻 别看它的样子小小的 它可是被人们称为最难学习的乐器之一呢 为什么小提琴很难学呢 小提琴是用自由活动的琴弓摩擦琴弦发出声音的 它有四根弦 琴弓不但可以拉一根弦 也可以同时拉几根弦 这让小提琴的演奏技巧非常的丰富 学习小提琴最难掌握的是没有固定的音准 小提琴并不像钢琴 直接调好音就可以弹奏了 用小提琴琴弓拉出一个音 可以从弱到响 也可以从响到弱 甚至可以强弱互相的变换 所以学习小提琴 需要人们完全按照耳朵和手的感觉 通过长时间的训练 自己慢慢的去找音准 学习小提琴 居然还要自己练习找音准 这也太难啦 所以小提琴可以适应很多高难度的演奏 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一首小提琴独奏吧 哇 道哥 你快看 这个小朋友的手指就像在琴弦上跳舞一样 也太灵活啦 那当然啦 拉小提琴对手指的要求很高哦 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认识的是什么乐器呢 小提琴 没错 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 千万别错过哦 我是道哥 还有我 我是摩尔 再见 再见 再见